来去福尔摩沙创办人钟馨如与黄仲仪 利用英语解说的免费步行导览 当中穿插演戏与不使用专有名词的趣味导览模式 让更多外国人能看到台湾多元文化及历史发展 本身团队成员还有所有导览人的背景 都是有在国外生活过的 所以我们知道说外国人的想法是什么 可以这样绕一圈回来 用他们的视角去思考 虽然说很多文化比较专有名词的介绍上面 我们会知道怎么样用他们的文化去比拟 这样他们就听得懂 就是要一个有趣的体验 演戏是一个方式 或是一些我们很多话术都是已经先设计好的 每个人可能都讲出一样的话术 可是当然每个人讲的风格 那个感觉还是不太一样 然后再来是可以用他们迎其身共鸣 所以都要想一些让他们可以加深印象的方式 去认识台湾的历史跟文化 那所以演戏会是一个我们 有时候会拿出来使用的一个方式 那我们比如说有把它应用在的地方 比如说是台北的228公园 当我们讲228事件的时候 让这些外国人他们先用演戏的方式 把当初的那个情况演出来 把那个兴趣先拉起来之后 再跟他讲之后很长的 这些对台湾的影响啊 台湾的民主经历过怎样的过程 这样把他的那个注意力可以一层一层堆叠起来 不仅如此来去服务魔杀团队更开创夏令营 培养学生用外语将台湾介绍出去的能力 从学习导览的过程中 让自己以及外国人对于我们的土地 有更深度的认知 跟大部分的一些英语营队 他们都是可能外国人教你国外的文化 在我们做之前没有人在做 教你用英文认识台湾的文化 其实我们就是最大的特色 就是用英文去做介绍 所以这个一定会是我们的营队的核心 所以这些小朋友他们原则上 就是会在全英文的环境下 可能三天可能四天的情况下 那会去从邻居认识一座新的城市 那包含说最后他们的目标 他们的任务就是要在最后一天 实力的走上这些城市的街头 去跟外国人还有他们的家长去做介绍 所以这部分会是 是一个蛮有趣的过程 但是我们也在这个过程当中 发现到他们有一些 我们可能意想不到的观点